2020年最不开心的事发生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 我仿佛明白了一个点 2016的今天我们相识 那天这姑娘不走了 她说她爱上了我的画 过梅几日 但是她理会了一只小猫 她表现的爱不失手 我当然得表现的爱嫌泛滥 这不我们三个在一起生活 胆心惹闹 痛快 不乏激情 但蹉跎的日子很快就来了 一个没留意 这猫吃了螃蟹 得 好了 住院了 还没缓过来 几日就走了 我们尝试着从痛苦中脱离 可日久深情这次 还真他妈管用 这姑娘爱猫 比爱我多了 最后我努力了各百月去挽回 她还是逃脱不了 这份对于爱情的乐运 她打包 离开了我的家 这一步 我的生活 又回到了月点 仿佛一切 都没发生过 你会问 我明白了什么理 我说吧 毛比男人贴心 男人不如毛 亲饭 好 是 总 您